泰山公司派 处分全家股票外加投资街口 风波不断 上个礼拜泰山又被证交所开罚了300万元 创下证交所目前违约金额的最高纪录 这代表什么啊 泰山这一连串的动作 的确有巨大的争议还有瑕疵 而最让大股东不能接受的是 泰山花了36亿元 去买还在亏损的街口支付 何时能够回本遥遥无期 最惨的是 喂姐 听说这泰山买街口 还买贵了吗 没错 其实明居你知道吗 最近这场所谓的泰山霹雳火 现在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不是吃瓜看戏 现在所有的小股东 全部都有三个主要的疑问在这里面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为什么泰山这家70年的老公司 它宁可冒着短短四个月被罚700多万 创下中国民国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次记录 为什么它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不理解的是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要去牺牲一家70年 Build up起来的一个品牌形象 牺牲在这里 问题在各位 来观众朋友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面 短短四个月 1月3号 它发200万 因为全家 大家都知道 它随便卖全家 第二件事情 它在4月25号 又被这个进网会罚 罚250万 因为它所谓的之前买划 购定乱七千万的划 对 这些部分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是5月11号 它再被罚300万 管众朋友 你知道它300万 除了我们已经知道接口支付 不合理之外 里面还有些什么问题 管众朋友你看 它在5月9号的时候 偷偷去怎样 把这个独立董事的陈敏勋 解任 直接给他解任 而且你看 在5月10号的时候 其实金管会已经说 你这个情况 你不行 你要更正 在这里面 大家就很好奇 你为什么又是半夜 偷偷摸摸 去把陈敏勋给解职 问题出席都会 到底你这里面 有什么猫腻 而且四个月 罚了750万 创下全中华民国众朋友 最大的一个问题之后 不只这样 形象全毁 你知道泰山居然是 仅次于大同 被我们的金管会 提高监理等级 我跟你讲 很多人讲说 说不定投资你上市公司 比这个去投资其他 更值得怀疑 另外一个部分 陈敏勋这件事情 其实有猫腻 你看一下 陈敏勋又是摸黑 三天半夜 突然被宣布截职 那很多人想说 泰山对我来说的讲法 因为你在执行职务里面 你没有保持你的独立性 这里面真的很多 而且今晚会并不买单 没想到他持续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接口支付案 你知道这里面 可以怎么做吗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的节目里面都有提过 泰山你要通过接口支付案 你要嘛 你就是审计委员会 你在这里面要通过 要二分之一以上 结果他现在 三位独立董事 解职到只剩一位 你没有办法 那这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 赶快啊 还有董事会 我们上次有说过 七席里面 你要三分之二 你要五席 对 不好意思 观众朋友 如果解职掉陈敏勋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你的董事会 只剩六席 三分之二 你只要私派就有四席 你公司派四席就可以通过 是不是 你就是不论怎样 你就是暗度陈昌 可是我也要警告公司派 在掌握董事会嘛 用各种方式 对 但是明君 我跟你讲 公司派要留意哦 以目前的公司治理 你以为你暗度陈昌就可以 还是不行的 因为你目前为止 通过接口支付 你通知的这个议案 是在四月二十号 那一天 如果你是审议委员会 完全中断 你全部通通要改选 完全符合那个流程才可以 否则 你现在通过的五月五号 在这一天 不论你的董事会 到底是五席六席 你通通都是违法 因为你在这一天 没有接口支付的议案 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就算 才怎么样处心纪律 还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说 在五月五号通过的 买下接口支付的议案 并没有在之前的议程当中 所以就算我通过了 照理说 以这个公司章程法而言 是不合法的 对 所以你为了这个全家 你为了这个接口支付 不惜成为这个金管会的黑名单 所为何来 第二问 问题在哪里 如果说他接买接口支付 是买的划算的一个 这个投资的话 我可以认同 我是小股东 但重点是划不划算呢 问题就在这里 你一句问的 真的是一个好问题 我想所有的小股东 最关切的 你到底买的金额划不划算 我们先讲 这家公司 目前为止的累亏的情况 你卖的全家 年年赚钱 你现在买的接口支付 年年都赔钱 直到111年度 还在赔 他去年度你赔 我就罢了 现在他连到目前为止 通通都是在赔钱的 有亏损收敛 从赔4.5亿变赔2.6亿 他还对外讲 你看 他现在还是在亏损的状态 他什么时候会赚钱呢 他说他2025年 他要力拼 请看清楚 他是单月 损益两平 这什么意思呢 他不仅连年年亏 他只要那一年 他有单月 不必全年 损益两平 打平了之后 他就能够达到目标 观众朋友 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接受的 他还打算 2025要IPO 对不对 邻居你说要IPO 你真正要上市贵 不可以这样的 你至少最近的一年 你不能够产生任何的亏损 你才可以符合 那2025年有办法IPO吗 所以 你不觉得这是矛盾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苹果标准 叫做你的净值 嘿 重点来了 你目前为止 他对外 我们是以泰山对外公布 他的公司派公布 他是36亿去取得 40.39% 就四成的接口支付 你看喔 现在他买的是泰山母公司 泰山母公司 那个接口支付的母公司 他叫接口金融科技 拍子 你看他的净值剩下多少 不到一块钱 你只有0.97 这代表什么 其实你如果要买下他的股份 你搞不好花1.4亿 你就可以买了 对啊 你为什么需要花到36亿 是 如果是40.39% 股权0.97来算的话 应该不用那么多钱啊 其实管家评 我跟你讲 正常的情况 如果你这是一个亏损公司 但是你未来很有成长性 你不得了 你未来是个大金融 我估值很高 也许我可以估值很高 可是你有吗 还在赔钱 还有 你如果我们觉得 这样过度的质疑你 那好 那我们再来看 那你总是把你底下 因为是接口支付的母公司 好 他自己本身净值 只剩下不到一块钱 那你接口支付 你的大金融呢 你的接口支付 来 我跟你讲 他多少 他现在净值只有 去年公布的资料 他只有7.2块 去年底的时候 公布的净值是7.02 那如果我们这样太苛责他了 那我是不是给你 那私募嘛 十块钱 好 就算你是十块钱 你现在14亿总够了吧 你为什么还多花22亿 对啊 你的问题在哪里 那如果我们还是觉得 这样太过苛责他 我觉得我见价跟各方面 我的见价师告诉我 他值得这个钱 那未来的成长性 如果你是亏损公司 好 那你的成长性 认购价应该10元 可是泰山见价师是花24.63元 来入股接口支付 金额就已经很高了 但是你只要告诉我理由嘛 他的成长性在哪里呢 所以 见价可以到24.64 所以我相信 那个明君我相信 他绝对是有找他自己的见价师 他不愿对外公布 不然你不太可能会出现 所谓的24.63 这种金额 可是你花那么多钱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成长性 成长性 接口支付嘛 你不觉得只有做B经济吗 那在目前为止 全台湾啊 赚台湾 第一口 接口支付的确 他的会员人数的确是这多 602万 第二名是谁 是一卡通 就是有做捷运的一卡通 第三名 不好意思 就是这个全联的全支付了 全支付 全支付大家都知道 你都去过全联嘛 他有这么多的通路 对 披萨配 他现在是300多万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到他 因为他正好跟全家的全盈支付 他们是合作 但没有合并 是 来 两个你相加 就已经400多万了 可是会员数输接口 好 会员数输接口 来我们看一下增加的人数 那成长性嘛 那你现在每个月 好 越增的接口支付才5.2万 嗯 话清楚 你看 全联的全支付 每个月以16万多 然后全家 全盈支付 每个月以16万 两个加起来 早就远远超过你5.2万人数了 在这里面 金额也是一个美港 金额里面 他目前的确比较高 有35亿 在接口支付部分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全联支付 跟全盈支付 我跟你讲 这两家通通都是属于 有上百家 上千家 这个实体通路的公司 目前为止你看 他的占比 目前包括金额 加起来 基本上都快跟上他 而占比的部分 占比是市占率 就目前为止 全台湾第一名的的确 是接口支付大概28%多 可是你看 这两个加起来 已经25% 马上就要追上你 所以你想想看 有实体通路 还是你直接完全接口 完全是个虚的通路 你在这里面 谁会赢呢 更何况 最不能忍受是什么 是你去年缴出来的营收 我们已经讲 亏都知道了 他去年营收 才2.6亿 3.6亿 对 3.6亿 不好意思 你把下面 全联 加上全家 他们的营收 加起来 大概是2600以上下 将近1000亿 加起来大概2600亿 你才3.6亿 你连人家的1% 你通通不到 你凭什么告诉我 你具有这样的一个价值 第三问 第三问是什么 就是这个争议性的标的 我们必须要讲 何一江 他是国内很有名的 胡一江 非常有名的 所谓的接口小霸王 他的名称哪里来的 他就直接杠金管会 金管会是所有金融投资公司 最高的一个主管机关 凭什么杠他 还有两件充满争议的事情 大家就都知道 这胡一江他的爸爸叫做胡定吴 他以前是所谓的开发的这个leader 金融大佬 大家都知道 他可能就是创作方面的教父 但是他在2020年 你看他儿子做什么 第一件事情 他做的托付宝 他说 目前为止 他当时保证 获利居然有1.5% 他想做投信公司 我跟妳讲 他当时其实接口有投信 结果呢 他做这事情 我跟妳讲 任何一个 Come on 任何一个 这个做将冠金融业 你都知道 金管会就是说 不能够有保证获利 这个字眼出来 第二件事情 他当时还在做 那个这个 有去募集 有关其接口 布兰特政二 这样的一个ETF 其实也是属于基金方面 结果据说 他居然去私下的土利 他周边的熟人 不法的获利 居然有6000多万 你什么样的投资标的 不要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 非常具有高度争议 充满风险的人 你要去投资他的标的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你看一下胡一家 自己本身 他因为之前去杠 还有很多的那个案件 所以他其实之前 他是被限制出境 因为这个布兰特政二的ETF的时候 他就是被限制出境至今 他当时有就被交保 大概1000多万 可是被限制出境 结果你看 为什么在1月份的时候 开始发给他一个美国护照 说谁啊 因为他的宝贝 据说在美国出生 所以无论如何还给他 可是最重要 就是为了接口支付 要那个泰山 要卖接口支付给他 你看哦 5月5号 他立即36亿进入口袋 在这里面他居然在这个13号的27号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在27号之前 回到台湾 而且他目前日本跟英国 都以扩展为由 他其实解除 尽管一个人带了36亿 在海外爬爬草 所有的股东都不知道 你把泰山小股东的钱 拿到那里去 你觉得这部分 他已经拿到了泰山的36亿元 本来是尽管的胡一家 现在是在外面爬爬草 如果他不回来 所以如果他不回来 我们这个泰山说小股东 5万名是不是都昏倒 所以我们只能说 你在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图例 如果你在这个投审会 无法教科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损益要如何处理 第二件事情 他36亿在外面爬爬草 这不法的收益 如何要拿得回来 我们不说不可 我们说了 就更生气 你看比照全家的股价 他在去年卖 卖他的时候 187元 现在已经key gone 210元 整个加起来 如果你不要卖掉全家 你在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享有至少12.7亿 所以我们只能说 小股民很可怜 目前为止 就算金管会 他要严惩你 你承除你不动 我相信5万名的小股东 你如果没有回答 这三个问题 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了